我第一个要感谢阿宝哥 因为我写信跟阿募这一套软体 包含这个课程 那阿宝哥很慷慨 他就捐赠了我这一套软体 Only You 那再来就是我开始 在这两个礼拜开始 运用Only You 在寄募款信 那我大概先寄了四千多封出去 那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说 有名字跟没有名字 那个结果真的就是不同 那以前我们当然也知道不同 那我实证的结果是大概 我记得两千封 没有写名字 就只有他email的资料寄出去了 一封都没有回应 但是有名字的大概将近 差不多两千封寄出去 那大约有二十封回应 那这个比例来讲 如果以两千封回来 大概是百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当然我现在手楼上七七 我们协会累积了大概还有七八万笔的名单 那我重新再整理 那整理完名单其实是回过来 回到人脉管理 那阿宝哥是一直用比较简易的方法在讲 其实他在做的事情 如果在业界来讲 叫做CRM 那那个价值就要再乘以100 这一堂科就不是一万块了 那阿宝哥是很谦虚 只是用人脉达人在跟我们分享这个经验 但是如果就一个行业或企业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CRM的东西 那各位会遇到的一些状况 其实大概陆续我也有一些遇到 那名单的整理 其实刚刚这一位伙伴他提到的 透过e-sale先转到e-sale 函数分一分 信跟名习之内都可以分得出来 那尊称的话那实在是没办法 那一个头两个大 得要一个一个来 但是我知道阿宝哥等一下会有一些技巧 就是说怎么样子 至少在性别的部分 可以给我们一些协助 就是我不晓得是男生或女生 因为各位想象我有包含比女蛋的时候 老天爷 当然要慢慢的来整理 那总之呢 大量发信的话 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的电子报 也有初步 这个only you的这个发信的这个功能 只是说他在名单管理上面就很逊他 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名单管理的技术技巧 然后未来的结合 也许我们协会在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对大家有一些贡献 特别是单指说你要发超过五千封 但是又不会被挡掉 即便是那个high net 你可能也会被挡掉 那不过这个以后再分享 谢谢 谢谢阿老哥 谢谢大家